我要買什麼我看看 台北市長柯文哲踏入重啟營業的寧夏夜市 北市日前勇敢開出第一槍 喊出夜市為解封 柯文哲親自視察防疫的執行狀況 你們這樣停業停多久 我們停了50天 聽見店家停業一個半月沒有收入 柯文哲忍不住搖搖頭 怕民眾生計撐不住部分夜市先復工 但這決策也引來不少質疑 我們大家心裡面想要的是 台灣全解封 而不是夜市為解封 爽兩天 然後之後結果是多關兩個月 這話說給柯文哲聽 因為台北天天都還有確診數 萬一人潮管制不當 夜市恐怕成為破口 柯市府接連多天遭受批評 更讓開放的攤商們繃緊神經 寧夏夜市原本有180攤 縮到一天40攤營業 場內也增設了酒精噴霧器 防疫必須做到位 北市議員鍾佩軍 實際到寧夏後 對韋傑峰的態度也從反對轉為贊成 認為保持社交距離不難 現在可以做的是外帶就走 既解禪也幫了攤上一把 要守住疫情 靠的是所有人的自律 指揮中心近期也正在擬定夜市防疫指引 中央朝向逐步解封的方向前進 而其實夜市本來就不在禁止營業的項目當中 如今攤商生機看似出現曙光 怎麼兼顧防疫和經濟執政者傷透腦筋 TVBS新聞李國正 李怡婷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